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的经文取自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八节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耶稣明明地说这话 彼得就拉着他劝他 耶稣转过来 看着门徒就则被彼得说 撒旦退往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 对他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 就必救了生命 人就是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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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记得到 主人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早上好 我又回来到圣约翰堂 讲华语 今天会比较 严肃一点 因为我是英文部的牧师 我是会把正道 在英文写好先 所以英文 我的题目就是 Come and die 我要翻译成中文 我第一个翻译 我删给Lidia的时候 Lidia看到她吓到 我翻译成 来死吧 看到我的中文有多差了 我就挣扎很久 问了另外一个 华文部的牧师也帮个忙 这个太过 太过严厉了 他就说 来舍命 不要恰当 我们现在在处于大灾期的第二周 今天我们要反思基督的话语 我们都很熟悉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让我们来低头祷告 主啊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 散开我们的心思 许我们能够领受你的道 主啊赐福传道 还有听道的人 祷告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求 Amen 我们从马可福音第8章27到29节 作为一个开始 耶稣和门徒出去 在凯瑟利亚 菲利比附近的村庄去 在路上他问门徒 人们说我是谁 他们对他说 是死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伊利亚 又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 他又问他们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就回答他 你是基督 在耶稣告诉门徒 他将要去世之前 我们就在这个 克斯拉 克斯利亚 菲利比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改天我们再讲 听到这个很著名的这个经文 这是在马可福音的高点 所以彼得就在那里 承认了耶稣是基督 彼得他亲眼目睹了 也看见了耶稣 他医治的这些奇迹 也看到耶稣喂饱了四千人 五千人 现在彼得他深信 耶稣就是弥赛亚 The one 是那位以色列一直在等待 一直在盼望的救赎者 这位就是这个弥赛亚就如同跟摩西一样 可以带领以色列人 从奴役中得到解脱 彼得就很期待了耶稣 这个弥赛亚 这个救世主 成为他们这个政治的王 可以带领领导以色列人 走向自由 摆脱了一切外 在那个时候当然就是罗马 摆脱了一切外来所带来的压迫 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之后 耶稣就开始告诉了门徒说 他必须去耶路撒冷并被杀害 因此如果有人要跟随他的话 他们也必须做好准备 当然我们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我们读到这个经文 哇很可怕 要准备去死 会很惊讶 可是如果你是在第一世纪的 以色列人当中 你听到这个 其实你不会惊讶 你不会惊讶 因为以色列 他们有着它暴力的 犹太奇异的历史 其中有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不是现在所发明的 恐怖分子两千多年前已经有了 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 他们毫不犹豫 他们会拿起他们的武器 他们会用暴力来推动 以色列独立的革命 他们很尽力的想 把他们压迫 压迫他们的罗马人 把他们给赶出去 他们觉得说 就是说门徒们 他们 可以用英文来讲 就是说 They are willing to die for Christ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die with Christ 他们可以为基督而死 可是他们不要陪基督一起死 我的翻译还不是很好 这个是圣灵的感动 不在我的翻译里面 因此如果门徒听到 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其实他们想 哇 早就应该去耶路撒冷了 耶路撒冷是首都吗 就是如果要启发什么革命的话 一定要在耶路撒冷开始 终于我们可以去耶路撒冷搞革命了 可以一起死吧 可是 耶稣可以死吗 耶稣不可以死 耶稣不可以死 可是我们当然都想到说 他们可以说 为了革命 他们可以说摆上他们的命 可是耶稣不可以死 为什么呢 像如果我们在 电影里面看戏的时候 我不想说用枪的战争 用刀 用斧头的那种战争 那种就是说 人跟人一起打仗的时候 敌人就是用刀 我们也用刀 在那种的战争 国王也是在里面一起打 对不对 如果你一经看 如果你看到敌人 比你自己的军队多的话 你会做什么呢 国王不可以死 就是撤队 退兵 因为国王死的话 不用打了 就是输了 一样的道理 他们希望 耶稣做他们的政治的王 他们希望 耶稣做王 他们可以死 他们的命不重要 可是耶稣 一定要活 建立了 独立的 以色列 所有门徒听到说 耶稣 你要去 你要去那里送死 他们就说 不可以啊 肯定不对啊 如果国王被杀了 当然就没有王国了 不可以 耶稣不可以死 他们需要耶稣做王 所以听到的门徒 他们其实都在想一样的东西 只有彼得 你彼得像我这样啊 话很快就走出来了 只有彼得有胆量说 耶稣不可以 你错了 他来责备耶稣 这个字责备啊 是个很强力的一个词语 我们看圣经里面 福音书里面啊 耶稣指责了风和波浪 海就平息了 耶稣指责了那些不干净的灵 那些被恶魔给服的 就得医治了 这个字责备 其实是针对邪恶 还有混乱的 彼得责备耶稣 广东话讲什么高错 哪里可以 哪里可以 你可以责备你的父母吗 可以责备你的老师吗 不可以吗 彼得在想 耶稣是不是被鬼扶 耶稣是不是被邪恶给影响 有自杀的倾向 我们就读到耶稣的回应 第三十三节 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 指责彼得说 撒旦 退到我后边去 因为你不体会神的心意 你只是体会了人的意识 耶稣为什么对彼得有如此严厉的指责呢 因为彼得其实他说出了敌人的话 彼得那时候就变撒旦了 因为这只是彼得的那句话 其实这是撒旦 还有诱惑者的话语 当然耶稣 他并没有自杀的倾向 他们不想去自杀 因为我们也想读到 在格西玛利亚 你们帮我一下 格西玛利亚 他那时候 他说他不想死吗 他说可以的话 就让这个杯不要给我喝 他不想死 他不愿意的 可是他知道 如果要遵从 要遵从上帝的话 不是他的意 是上帝的旨意 如果耶稣要的话 他 罗马肯定可以退翻了 可是他没有 耶稣没有 他要行的是上帝的旨意 彼得在那个时候 受到了那世界的诱惑 那世界的世俗的想法 就变了撒旦 彼得他最亲密的门徒 被撒旦用了 要来引诱 耶稣偏离的 耶稣的生命的使命 这个是一件很奇怪 而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诱惑者 诱惑者有时 会用他的声音 是一个很好心的一个朋友 可能是你的家人 用他们的声音 来对我们说话 我有讲到一个 我很多年前 在我19、18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的牧师是 Rev. Derek Lim 现在已经退休了 他说我的牧师 他就说 每个星期三 教会有祷告会 一定要来 要成为 上帝的子民 一同的来 每个星期三 去到教会 来祷告 我当时的时候 开始有 我自己 有自己的 说 比较认识主了 我也自己想 我18、19岁的时候 我也是 其实很渴慕 我也是想去祷告会 到底祷告会是怎样的 我对祷告很有兴趣 当然那个时候 我十多岁 十多岁的小孩子 他不会自己去教会的 要朋友一起去的 我就问 我那时候一起 一同成长的那些青年 我们的团企 一起 星期三 放学了 或者没有事 说阿咪出来 不告 我们去教会 一起去祷告会 他们讲No 祷告会 很boring的 是老人家去的 是老人家一定要去的 因为肯定的 不叫去啦 我们年轻人没有去祷告会的啦 去崇拜就很好了吗 其实青少年的团企已经很好了吗 祷告会 哎呀 optional one extra的 不用去的 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不是说他们 他们不是很坏的一个孩子 他们 从小就在教会长大 有读圣经的 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 可是 他们就是不支持我去祷告会 可是我的 属灵操练 当然不像耶稣这样 我没有转下来 撒旦 我没有这样啦 朋友不喜欢我就 嗯 OK咯 你们不要去 我也不去咯 我就跑去问 我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啦 不是我太太啊 等一下我就了解 为什么我没有去 如果朋友不要跟我去 叫你朋友跟我去啦 至少有一个半嘛 自己不要去啦 哎 一起啦 一起啦 女朋友哦 她很杀扬我咯 哎呀 你已经做很多了 在青少年那边 你已经有服饰了 我也是有在少年旅 服饰 什么 你什么都做 你 你还要再多一个 week day 还要再多一个星期三的晚上 哎呦 你 够了啦 不然你会操劳 你会burn out啊 我用这些字啊 怕我 怕我burn out啊 所以我没有去她啦 不够属灵 我从小就知道了 不可不同恶啦 就是安妮够佑的意思啦 所以我太太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去她 我们可能已经说 做一个决定 说我们要追随耶稣 我们要走上正确人生的道路 就是跟耶稣了 但是如果很快的时候 我们跟随耶稣的话 我们很快就觉得 哎 我们这个正确的选择 只是会带领来很多麻烦 有些麻烦是财务的损失 哇 还要给十一奉献啊 不只哦 还要给宣教的奉献 还要储备金什么啊 那么教会一直叫我给钱呢 奇怪 奇怪 作为基督徒 朋友越来越少啊 亲戚朋友讲 哎 你吃咖的啦 不要够我在一起啦 如果你要 如果你觉得说 你要赢到 赢那种什么 最什么 红星大奖啊 十大最受欢迎奖啊 千万不要做基督徒啊 肯定不会的哦 作为基督徒 我们选择的是十字架 所以我们要更是耶稣 我们也选择了牺牲 许多很好心的朋友啊 他们怀着 他们很好的意图 可是我们的家人也是 不是故意的 受到世界的影响 他们会 企图 可能会来阻止我们啊 会对我们说 有些很难听的话 哎呀 你疯了啦 放弃这么好的事业 放弃这么好的薪水 你要去做传道 你要去做牧师 有没有搞错啊 一定是没有想清楚啦 你不爱钱咩 你很多钱咩 你孩子还这样小 你要去 还要去全职服事 你的屋子都还没有 你还在还贷款 你要去做传道人 头脑坏啊 讲我发烧 这教会 我们需要辨别邪恶者的声音 因为敌人是这样的 敌人他not gentleman的 敌人他会狠下心 他会利用我们身边所爱我们的人 有些是我们的家人 有些甚至是我们的朋友 爱我们的人 其实为我们好 讲三样的话 可是这些话可能有时候会 使我们偏离了上帝 要给我们他完美的计划 他完美的职业 让我们没有跟随上帝的这个意念 因为世俗 世界的这个外面所教的 物质的主义啦 世俗主义啦 以及有时候那些 今天最可怕的就是 对上帝默不关心 这些其实在影响我们 作为的朋友啦 作为所爱的人 他们也是受到撒旦的影响 受到世界的影响 那就是 这就是当天 耶稣所经历的情况 彼得也受了这些的影响 所以彼得就被耶稣被指责了 基达第34跟35节 于是他叫众人和门徒来 对他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失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 必救自己的生命 耶稣非常坦率 不像我们签新的N1 或者新调的那些 Plan 或者买东西 很多那种 那些字 小道 你要用Magnifying God 来读的 耶稣没有虚伪 也没有用花言巧语来骗我们 没有很多隐藏的条款 耶稣说 你跟随我 你不一定会发财 你不一定会得医治 跟随我 可能要牺牲 要有点痛苦 所以如果你有去到一间教会 那边的牧师说 你信靠耶稣 一定会中马票 一定会中多多 快点跑 傻了料 不给劲了 跑远远 你看我们主耶稣的话 多么的可怕 多么的认真 耶稣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 要背起十字架 来跟从他 十字架什么意思呢 今天十字架 当成是 可能基督教已经传了 两千多年了 我们把十字架当成是 很美啊 这么大个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里还有多一个 哇 你看patter很美啊 当成是一个 摆设品 这样啦 我每个家都有十字架 我的门口十字架 很大个 怕人家不知道 我是牧师 没有 怕大大个 可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十字架是个很 耻辱 是个处决的一种 象征 不是普通 处决的方式 罗马人士 其实他们是 用来 用十字架 来 钉那些 反抗 罗马人 罗马 同志 的人 所以十字架 如果你杀了人 他要处罚你 他不一定 会放你在十字架 可能说 把你便打 到你死为止 或者把你去关 十字架是 保留给那些 反抗 罗马 主义的人 十字架 就象征了 有一个人说 如果我 那个时候 就象征了说 你反抗了 这个世界的想法 你反抗了 这个世界的权利 你反抗了 世界的文化 你要 经历了 惩罚 还有痛苦 上帝的国度 就是这样 上帝的国度 与这个世界的国度 相对立 像 雅各书里面 如果你跟世界 作为朋友 你就是上帝的敌人 上帝的国度 与物质主义 与消费主义 是相对立的 与贪念 淫乱 相对立 与罪 相对立 与骄傲 相对立 承担 十字架 是意味着什么 承担十字架 是意味着 我们不可以 屈服 给罪恶 我们要反抗 这个世界 给我们的 这些世俗的压力 意味着 如果有世界的营惑 我们说 No 说不 对世界 就是我们自己 肉体的诱惑 说 No 不 这就是意味着 我们要背起 十字架 一个著名的德国 牧师跟神学家 就写到这本书 The Course of Discipleship 里面有一句话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 他命令他前来舍命 英文这里是讲 When Christ bet a person He asks him to call He calls him to come and die 来 前来 舍命 告诉门徒 背起十字架 是告诉他们 他们要准备好 被视为说 他们是罪犯 他们并要去死去 当然 做基督徒很多年的 这个正道 每个人都懂 每个人都了解 不是说我们懂不懂 问题是 我们愿意吗 我们都懂啊 歌都唱了啦 背起十字架 要舍命啊 要舍己啊 歌都唱了 我们都懂啊 问题是 愿意吗 这个大灾期 是一个锻炼 我们属灵这种操练的季节 是一个自我反思的季节 在Ash Wednesday 应该是圣会日 天气山 这是第一天 就是开始大灾节的第一天 我们在教会 我会拿灰 上额头上 我会画一个 十字架 就跟会友说 你记得 你是 成土啊 你也会回到成 成土 Remember that you are Ash And to Ash And to Ash you shall return 大灾期 我们 反思 知道我们的有限 我们是 人 最终 也会变成成土 这大灾期的时候 我们就专注 我们的忏悔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属灵的操练 就是说 施舍 祷告 禁食 进入到上帝的面前 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就会改造我们 不是说 你禁食 你就会有改变 不是说 你 祷告 就会有改变 就是你祷告 在禁食的时候 你进入了上帝的 上帝的同在中 在上帝的同在中 你就会得到上帝的改变 我们都懂啊 问题不是说 我们懂不懂 问题是 我们愿意吗 我们愿意吗 有些人可能是觉得 大灾期 很麻烦 做很多东西 这些是你们立法主义 用这些词语 来贬低大灾期 我们靠的是恩典 靠的恩典得救的 怎么要忏悔 怎么要悔改 耶稣不是爱我们 爱我们就够了 怎么这样麻烦 做这些大灾的东西 不需要 不需要进食 去教会就好了 来崇拜就好了 有些小组就够了 不用这样麻烦 什么要守身灰热 要进食 要祷告 要施舍 不要这样麻烦 因为我们不愿意 因为我们不愿意 不要简单 直接的问题 我们就用来问 我们想要去教会 还是我们必须要去教会 我们想要侍奉 还是必须要侍奉 如果你必须的话 就卖来了 老实讲 因为我们基督 基督徒 不是被恐惧 必须 而被驱使的 我们是被爱 所驱使的 被爱 因为上帝爱我们 我们也爱上帝 所以我们愿意 我要去教会 我要服事 我愿意 我敢玩 我要 我要 我很喜爱 我很喜欢去教会 问我要不要再 如果我这条生命 如果可以再活的话 还要过来做传导人 还要过来做牧师吗 还要 继续的做 没有钱也不用紧 继续做 我是愿意 我愿意 我要 我渴慕 我要敬拜 我要继续的服事 传福音 大家一起 其实不沉重 其实我很开心 每次到大哉 说 哇 可以 教会 多一点祷告 因为这个时候 我故事在你祷告 你也不变 我很喜欢 大哉气 我很喜欢 我觉得这个上帝 给我们的恩典 在这个时候 在我们生活 这种节奏 让我们跟上帝的爱 继续的 有个忏悔的 一个季节 使我们跟 基督 保持 一致 讲最后一个故事 我们就可以 做个总结 我要讲到 Alexander the Great 就是 亚历山大 亚历沙道王 就是那个时候 在希腊王国 开始要 开始推翻 Persian Persian是 波斯 Persian王国 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 亚历山大 他的王位 已经坐稳了 他要追 那个 Darius 大流失 王的时候 他进行了 历史中 最奇迹般 那种 我们阿妹叫 Rumach 那种 行军 他在 11天内 亚历山大王 带领他的 士兵 行军了 600公里 11天内 走600公里 我们SAF书 我也不要参加 因为太凶了 11天 走600公里 没有水 要放弃了 太渴了 也找不到水来喝 那时候 他们很困扰的时候 差不多 每个人要放弃的时候 有一些 马西顿 马西顿的人 从在一条 比较远的河流 他们拿到一些水 就递给了 很口渴的 亚历山大王 亚历山大王就问 这些 马西顿的人 你这些水是 要拿给谁的啊 应该不是拿给我的吗 马西顿他们 这些人就回答说 这些水是拿给 他们自己的孩子喝的 可是 你是王 如果王死了 就没国了嘛 他说 问起来 孩子可以死了 王不可以死 哇 这个水 忽然间 很重 可是 如果你做王的话 你做头的话 你了解这个道理了 你也是要为国牺牲嘛 他差不多要喝的时候 他就看 他周围的士兵 每个都口渴 每个都要死 不动 所以他还回去 没有喝 他说 如果我喝的话 这些士兵们 他们的信心就会上市了 就不打了 当士兵们看到他们的国王 看到亚历山大王 他们的版样 这样的带领 这样的领导 他们这样 他们就打锤 王啊 带我们吧 我们跟你拼了 口渴 口渴没有水喝 看到国王这样的牺牲 跟他们一起 他们就是因为这样 就推翻了 波士的 这个Empire 因为他们拥有了 一个以身作者的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 他不会要求他的士兵 忍受自己不愿意 所做的国王 他们就感到很自豪 觉得这个国王 可以为他而始 耶稣也是一样 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这个国王 不是坐在远远 在Bouget喝咖啡 那边享受 或者在日本 享受Aircon的国王 没有啊 我们的国王不是这样 因为无论耶稣要求什么 他自己都做得到 耶稣有权利要求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因为他自己首先也去了 背负了也上十字架 为我们的罪而死 第三十五节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失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 必救自己的生命 耶稣有权利来呼唤我们去死 真的 讲到难听 就是我们去死 舍命 舍己 话虚然不是很好听 可是意思是一样 因为 耶稣为我们 众人而死 来跟从我的 就要舍己 来舍身 耶稣基督的门徒 必须说 我们要对我们自己 说不 我们对耶稣 说我们 耶稣所要我们做的 我们都做 我们必须要为 不可以自私 我们不可以说 自私自利 对自己的 意念说 不 我们要跟随 耶稣 我们必须要跟保罗 一样的说 保罗在加拉太 在加拉太书 第二章 第二十节说到 我们一起读好吗 一二三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体 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我们不再追随 我们罪恶的意念而活 我们要追随 基督的意念 在基督里 我们才可以找到 完美的自由 两句话 就是说 结束祷告 来啊 来 舍己 来 舍身 来 来 活在 基督里 让我们低头来祷告 我们静下心来 在 上帝的面前 使我们自己的旨意 和上帝的旨意 我们要一致 在 上帝的面前 在祂的面前 领受到祂的爱 领受到祂的改化 继续地在基督里成长 我去用 这个大灾首日字文 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 全能永生的上帝 不怨恶一切 所造的 又赦免悔改 悔改人的罪 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 叫我们确实忧伤 罪恶 承认过错 痛悔自心 就能蒙最慈悲的上帝 完全的宽恕和赦免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求的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